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会怎么去定位奔驰的产品 心理的印象 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方向 其实我也就是带着我的很多疑问去问他 比如说现阶段奔驰的电动的SD 那不就是EQS吗 还有像EQE 对吧 它就这么来排下来的 然后我说那会不会在奔驰现在传统的SD上也会有一个纯电的版本呢 那他也说这一代可能就不会了 但是在下一代应该也许大概可能会有 然后但是这一代呢 现在目前也就是做到插电行动 这个就包括麦巴赫版本啊 这次的车展也都看到了嘛 对 然后还有在辅助驾驶这块 像我不是也试了那个奔驰SD上面的这个L3 这就应该叫做自动驾驶了 那么现在这个自动驾驶他们也已经在欧洲 在美国一些他们划定的道路上已经开始去运行了 他们也现在有中国的这个牌照 然后也在中国去一些道路的试验 然后选择他们认为可以去这样操作的一些路段 就这么个事 他也推进了一个事 然后包括其实这次我们试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车是奔驰SD 是汽油版的 然后奔驰的逻辑呢 就是说 我们不仅电动车要做的很智能 很舒适 辅助驾驶 智能化 在油车这边 他也会有同样的这些配置 并不去区分说 这电车是智能化的 聪明的 不 他是两条腿走路 而且像激光雷达这种东西呢 他还会去继续下放着 也许啊 我就说展望未来 就是更低级别的车上去开放 旧光雷达使用 这是有了一个计划 然后还有电动化 就是慢慢向电动化转型 这不是也说了这个欧洲禁售燃油车的这个时间点 这几大厂也都表态了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关于那个EQG 就是G其实作为奔驰的这个体系下的车型 它是一个非常icon级别的这么一个车型嘛 就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么一个车型 像一个图腾那样 然后即使是这么传统 这么标志性的一个车 它也会出一个电动化 因为奔驰品牌本身就会持续把最新的动力组成 不论是汽油的时代还是电子时代都会用在这个G上 然后他也会提到说这个EQG之后是会有 是真的会量产这个车 大概率会量产这个车 而且呢 我还跟他说 我说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也是四乘四平方G55 然后现款G500车主 那么我挺期待的 他说真的吗 你很期待好啊 你不是也去过奥地利工厂吗 那个山 说那咱们看 这不是也开放了吗 结束这个口罩问题了 要不要一起去一趟 让你把那个电的G往内 开到那个山上再跑一遍 你看看跟油的G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区别 不是行的没问题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因为你知道 因为电的存在 其实改变了很多以前的奔驰技上的工作逻辑 你比如说38锁这事都不存在了 它有四个电机 那还有锁和传动这件事吗 对吧 没有呢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低扭的问题 你还是不是会有一低速自缺 在咱现在都不确定啊 因为电的低扭就非常非常大 已经很强了 对啊 所以这都不确定 所以我挺期待一台电动的G 然后在这种野外 至少咱们先不说它的续航不续航怎么样 它是不是这个补能方面是不是有一个更高效的技术的突破 或者怎么样 咱就单说用电去走这烂路去越野这个事 我还真挺感兴趣 拿EQG再爬一次 我之前开900上午的那个山呢 就是在那次闭门会上就基本上聊了这些 然后智能化 智能化还包括他们的车机是不是会更加的向我们的市场来去改进 就是本土化 这都是现阶段进口品牌做的不好的 但是他们也会有这方面的调整 因为中国市场它也反复表达了 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为超过百分之六十几的S级的销量其实都在中国 所以作为这些豪华品牌来说 他们对中国市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一开放的时候 我不是去到欧洲吗 我跟你说 我说我去到罗马 当时在西班牙广场的那个路上走 然后国六币 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做一个其他爱好者 你走完去迭代公信我的车 我会不开心 但是你走在国外欧洲的这些马路上 虽然能看到很多老车 但是你得承认他们的迭代速度太慢了 所以其实国六币拯救了全球的其他品牌 加速了这个迭代 然后他们老大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然后他们也是产品不断地在推陈出新 然后去更好的服务中国市场 提供更好的产品 然后更前沿的技术 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的一个沟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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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